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吧 嗯可以看到了 嗯 对 ok 然后呃 非常高兴能够又在 在就是2021 就是那个农历新年之前啊 最后能能赶上在poker word的直播间在 参与一次直播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卡拉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 对然后呃相信大家也其实已经都知道了 对然后我们卡拉会在下周二也就是25号 呃呃 中国时间就是 utc 时间的话应该是下午1点左右 对然后会开通转账 对然后到到那个时候之后然后 呃一些交易所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 呃交易所都会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活动 会到25号26号会同步的一些推出 对然后具体的话呃开通转嫁的区块号是这个 对然后呃时间肯定是在呃 呃时间肯定是预估嘛对 所以说呃准确的时间大家还是要以这个区块号为准 对好 然后我今天就开始我今天的分享 对然后呃其实海外 Betty 跟 Dan 其实今天上午在海外 已经做过做过一次线上直播了 对然后我今天也就就着他们内容 然后跟大家呃分享一下 关于阿卡拉目前的一些进展吧 对 好然后呃写在前面就是这本呃就是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呃 因为阿卡拉是在下周二开始转账 但是在在在阿卡拉开通转账之前呢 那阿卡拉现在拥有什么 首先第一个拥有虽然说呃我们 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场的表现 其实并不是很很好 对但是尽管是这样 但是我们链上现在已经还是能够拥有 呃六千多万个TVL在启动 启动之前就有拥有了六千万的TVL 其中大部分就是LCDOT对 然后我们其实这次统计算了一算 就是说在我们呃上线之前 我们链上就是大体整体估算的话 我们是有两千呃有二十万个地址在链上 对然后呃当然我们去去年也一直在聊的一个 就是呃与传统金融科技的结合 也就是说呃也就是current对 然后呃也在也会在2022年给我们带来呃 300万用户的一个后备力量 对这是我们目前卡拉在上线之前就所拥有的一些数字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关于那个呃就是 这个300万的用户这个事情也就是hi-fi 对然后上呃如果了解我们卡拉项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就是说我们去年是跟一个美国的科技银行客人的合作 对然后然后目前其实现在已经也没呃也有开发团队跟他们一起在工作 就是说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对 然后我们其实关于呃 关于我们跟客人推出这个hi-fi的概念呢 首先其实我们呃看来其实是有四点 首先我们是会专注于呃传统金融领域 就是说服务于一些就是像呃 青少年的储户啊或者一些呃有用信用卡的用户 对然后我们会通过全站的呃通过我们的全站技术 与跟他们的领域倾尽垂直整合 对而且我们还会根据他们需求去定制一些新的业务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边呃可以看到我们 嗯未来跟current的合作首先阿卡链阿卡链是作为底层吗 对然后我们会呃拿出我们一些技术产品 然后比如说asdl.dex 然后用于到一些呃 defi协议里比如说收益引擎 到等等一些协议 然后这一层的话其实是一层合规的层面 也就是说呃其实呃在区块链领域当中 合规其实代表着就是呃加密资产与法币之间的一个通道 对所以说呃未来呃current现在目前在做一些关于合规的事情 当他们把这个合规的事情完成之后 那呃未来current里面的一些关于像零售零售支付 就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们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一样 呃在美国那些用户就可以通过呃current的软件 或者current发行的信用卡去做一些支付的应用 也就是说未来呃current用户可以用一张银行卡 就可以去支付一些 比如说去西马克买买杯咖啡 对就可以将呃用defi里面的钱 因为我们的跟他们的合作是current把他们储户的资金 用一道defi去赚取收益 而呃current带给用户的是呃用户可以通过他们发行的 呃发发放给用户的银行卡去进行一些零售的支付 然后去做一些交易以及等等一些其他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应用吧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说我们一直会觉得啊300万用户其实对于呃目前去外联行业来说来讲其实是不不小的 但是我相信呃在我们啊卡拉跟客人有个非常好的合作之后 未来呃呃这个传统金融与呃defi结合的就是hifi这个未来的增长肯定是不可限量的 然后呃接下去一件事情就是啊卡拉国库嘛对然后呃大家都知道啊ACA的总量是固定的 然后他不会去稀释而且他是有有有有一个呃呃就是是他是治理代表 对然后呃大家如果了解关注我们啊卡拉呃社区的以及内容呢应该知道我们ACA的代表质压马上就要来了 因为有一个是海外的社区成员在我们啊卡拉论坛上发了一个新的项目就社区道的一个提案对关于叫阿垮等到我们这个PPT演示啊 我再跟大家简单再介绍一下对然后呃在去年我们其实搞了两次活动对一个是Build的阿卡拉一和Build的阿卡拉二这两次活动我们一共有呃两百多万个DOT在我们阿卡拉国库里对然后这两百万个DOT的话我们会呃呃会用于阿卡拉的未来的发展 以及等等一些一系列有助于阿卡拉的一些事情上对 然后其实大家问题是很多就是关于我们阿卡拉ACA虽然说是呃第一个获得插槽但是因为波卡那边的呃呃规规则吗说是大家是12月18号统一上线 对但是然后也临近那个呃海外的圣代节啊元旦啊其实外国人的假期其实是比较长的 从12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放假然后一直放到一月底对 所以说呃我们因为我们阿卡拉是原生原生波就是波卡原生的应用链所以说我们非常就是依赖比如说像波卡的XCMP协议对 因为我们阿卡拉其实呃相关很多产品都是依赖于呃是是是是是去服务于DOT的对 所以说是需要DOT从从波卡链上从Pokedot上跨过来我们才可以去进行一些DeFi的一些服务 不过好在的是就是我们在上线之前就有2400万个LCDOT对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我们开通转战之后 这2400万个LCDOT就可以用上对然后呃未来我们也会在开通转战之后会将呃 呃DOT的充值就是DOT的跨链就是跨链就是呃用户可以将波卡上的DOT跨到阿卡拉上功能在呃开通转战一周后 然后开放给大家对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在呃呃15号开通转战 其实呃也是经过了一些呃思考对然后也希望最终得出了一呃15号这个数字 对然后还有就是呃大家都都知道呃在波卡平行链拍卖完了之后 其实呃目前波卡拉有些进展其实是有点慢的也可能是因为假期的原因对所以说有点慢 对然后目前的话阿卡拉其实开通转战一周速度之后后面一系列功能开启的话也也会相当非常快了 对尽可能会在一个月之内把阿卡拉原有的一些呃Defi的一些功能全部开启 对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我们开启功能的一个顺势表对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就代表我们现在嘛 就是说现在我们阿卡拉链上已经有2400万个LCDOT 对等到我们呃呃呃转战开通之后首先刚刚我也说了就是开通转战之后一周内会把 DOT跨到阿卡拉上来就是让用户可以将波卡链上DOT在阿卡拉上去经营使用 对然后就会接下去然后就会开启呃就是DEX也就是说大家不是其实呃很多参与LCDOT的用户 其实呃他有个非常强烈的需求就是他可能希望变现或者换成DOT去参与其他项目金牌 对这是有需求的当然有一些有DOT现货的人他也希望能够通过就交易的方式获得呃呃相对便宜的LCDOT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将自己的LCDOT抵押到我们的稳定币系统中去然后去借出ASD 对然后呃呃前期的话我们会开启LCDOT DOT的抵押对等到我们呃EVM加上了然后呃呃有个桥的合作伙伴其他资产比如说像BDC BTH跨过来的话呃这些资产我们也是会正式去抵押然后借出ASD的 对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对这边也可以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下一步就是我们的多链的一个桥 对然后这个呃LDOT的话也应该是会跟这个多链桥会同时开启 对然后最后的话是发布最终的EVM加 对然后呃其实嗯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原生的Solidity的呃写的合约在我们啊 卡拉曼达拉7C7上继续进行测试了对我指的这个原原生其实代表着并不是说呃像其实现在有很多EVM上面链吧 其实很多都是Folk过来的吧对吧直接把呃有你啊苏许的代码直接Folk一份然后在这部署然后起个新名 这样子这种其实是Folk的项目但是在我们卡拉曼达拉7C7上现在已经有20多个原生的呃合约开发的项目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下周近期会跟跟大家说是哪20那那20个项目然后在我们卡拉上未来要做原生的呃呃 智能合约的项目对 然后这些功呃前面基本大部分这些基础的一些功能的话我们应该会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对 然后EVM加拉话区呃首先在阿曼达拉测试完后其实首先还是会先上Corea了对 然后因为呃呃呃我们有一个乔的合作伙伴呃呃如果大家在那个呃本桌山的那个Communio Core参与的话知道其实我们呃 巧的合作伙伴其实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对 然后到时候他们会先跟Corea进行跨链也就是说先将ETH ETH W ETH Terra Solana上的资产带到Corea上了对 然后Corea完成之后然后再会是Corea上对 然后之前Betty也说了就是说今年的Q2也就是第二季度呃 EVM加肯定会出来对这是最晚最晚的时间对 然后现在呃基本上我据我 所了解的就是EVM的进度的话 其实现在测试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对 然后等到这个巧的合约部署上也在Mandala上也没问题之后 那可能近期就会跟大家见面对 对然后我这边还是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是EVM 对呃其实很多人都会呃我经常会在社区里看 就是说EVM是一个呃烂大街的东西有什么好那个的 对但是其实呃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一一般上就是没有研究过 我们阿卡拉EVM加对 然后呃我这边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呃当前EVM链上其实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对 而且大部分呃EVM的链都是新瓶装流老久 对就是说比如说我这边呃开就是像呃Polygon 对吧像像其他一些就是呃很多类以太坊的人 把EVM接过去的一些链上面其实就是新瓶装了好久 然后玩的资产还是同一批只不过从这个链从A链到了B链上玩 对其实真正资产的多样性上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 对然后这是一个问题之一 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对波卡生态来讲呃现在 MetaMask是无法与与波卡波卡以及冰淇淋的流动性 以及一些撒波实验去实现通过MetaMask去使用的 对而且现在呃EVM还呃现在现在的所有EVM的情况 还是处于在一个杀枪的状态中 也就是说在波卡生态当中呃你直接用Frontier去部署一个EVM的话 其实你还是处于杀枪当中并没有能够并不能捕获到substreet的创新 比如说一些清洁点的一些优势啊 或者低成低的运营成本以及无分差升级 对等等这是目前呃我们所看到的EVM链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没有一开始就把就选择去用Frontier把EVM推出来 所以说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叫EVM加 然后我们EVM加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EVM加未来是可以呃用户可以是通过MetaMask去实现多币种支付手续费的 对也就是说呃这个资产如果是是是是在我们阿卡链上的 那未来这个资产你哪怕没有ACA或者没有起没有ACA作为gas fee的支付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这个资产去支付手续税的不会说呃像像像像像在呃现在一些 EVM链上你一定要有它原生代币你才能够操作成功 但是在阿卡链上的EVM里不依然不是的你只要链上有资产 那你这个资产就可以去支付手续税 然后第二点哈就是我呃在EVM里我作为一个EVM项目我可以 设置我这个合约调用是不需要手续费的就是可以实现零手续费的 对然后而且我们EVM加是无缝支持ETH 这ERC20以及substrate原生资产的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弄用到一些链上的一些可定制defi的功能 比如说呃利用keeper对其实对于keeper对于defi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它是防止呃产权坏账的一个角色嘛 对然后还有就是优先运员机位价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defi功能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呃可乘级的一个功能 对就是substrate大家都老顺顺顺顺 那就是说substrate它有非常功能就是五分价升级 对然后我们呃 阿卡拉EVM加同时都是支持MetaMask或者PogadolJS 你同时可以去使用MetaMask去调用一些Pogadol上的一些Pogadol原生这边的东西也可以用Pogadol去用MetaMask上的一些东西 对对然后这是我们大体的EVM加的一些流程图以及 一个过程吧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呃目前的EVM链就是只是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而我们阿卡拉上的EVM加首先我们在链上就有一些呃原生的优势嘛 比如说ASD DEX L.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功能就比如说呃多比种支付手续费 然后邮件运员机位价还有链上自动调度等等等等一些新的功能可以供呃EVM加上EVM上面那些所有的一些呃合约项目去使用的 对所以说呃打通了呃EVM里面的就打破了EVM这个杀项 对对然后既既既可以享受Subscribe优势带来的创新又能又能兼容以太坊 对然后OK 然后这里的话大体是我今天的一些内容 对然后呃对然后就这样吧然后我看问题吧嗯 小姐我们看问题吧对嗯好呃呃大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发在那个评论区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呃 EVM加很强大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呢刚刚柱子在呃刚刚的分享里面也提到过了应该是马上就会上了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呃呃现在在测一些比较关键的合约吗 然后现在呃周三的话其实呃新系的人应该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常的合作伙伴他们现在在曼达拉上部署 他们的合约他们的合约部署成功了之后我们就会先推出 对然后在卡罗尔上先先推出然后让 比特币啊以太坊这些资产可以来到那个呃卡罗尔链上对 嗯 嗯 阿卡拉啊这个问题应该之前有一些同学也问到过 就是问到那个到期之后如果近拍不上怎么办的这个问题 啊什么东西 就是阿卡拉的这个插槽两年到期之后 哦是这样子的这个对这个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嘛 就是我们阿卡拉的国库 其实是会累计 很多协议的一些收益的 对比如说像我们稳定米协议 DEX协议 有动性协议 等等一些 一系列协议的收益 都会进到阿卡拉国库里的 对然后现在阿卡拉国库 现在已经有200多万个DOT 对吧 然后那国库里的DOT 就是首先第一目标 就是去续租波卡的平行链 对 然后只要 如果你想一个平行链的话 他有足够多的DOT 在国库里的话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去 通过Qual Loan的形式 去让大家 去筹集DOT 让社区用户来支持他 对就不需要了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就是说我们没有把 ACA这个资产 设计为一个通胀的制裁 对吧 像其他 其实很多波卡拉 其他平行链都是通胀的 对 但是ACA是没有通胀的 而且如果ACA是固定总量 不通胀的话 那可以反过来说 他其实是通缩的 那肯定会存在有些人 丢弊嘛 对吧 而且未来如果 阿卡拉的国库里面 非常非常有钱的话 那也 ACA 谁有人也说啊 那我现在想要决定 销毁一些ACA 对 那ACA的Token总量 其实就变成通缩了 对吧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通缩 通缩 通缩肯定对于 一个代币 肯定是一个好处嘛 对吧 因为物以稀为贵 对 嗯 陆飞提到一个问题 说HIFI需要EVM加的支持吗 对对 它是需要EVM加的 对 然后呃呃那个Current的 那个他的他的产品 呃是需要通过 那个EVM去实现的 因为通过EVM 实现更简单 更方便 当然我们也 我们之前也跟他们探讨过 是否把他们利用 嵌入写成我们一个pilot 对啊 他们的话其实 呃最终考量还是觉得 呃 先尝试在EVM上 对 嗯 会在EVM上 发行的 对 嗯 刘书豪在问 那个阿卡拉 CurrentLong的NFT 小游戏什么时候兑现 呃 这个没有 呃小游戏 哦 我知道你是说Quest的 什么什么时候能够领 首先呃 我觉得应该是在下周 或者下下周 会把那个临取的页面放出来 到时候 大家就可以通过那个页面 去领取了 嗯 还有一个 A到需要等到什么时候质押 A A到的话是 呃等到什么时候质押 甚至呃 呃这个的话 其实好像是这这周 有一个海外社区的一个成员 在我们论坛上提出了一个概念 我呃 公布着应该是要等我们上线之后吧 可能 嗯 嗯 等一段时间 具体细节 可能还需要等到他们去披露 对 所以说这个距离时间我不大清楚 对 所以A到会不会空头给阿卡拉持有者 这个到时候应该也是 这个其实是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 呃 我看了他们的文章嘛 其实好像就是说你施压 ACA就可以获得A到嘛 你施压 其实就代表ACA是你的 那你就白嫖A到啊 好像是这样子 其实跟空头差不多了 对 嗯 嗯 还有一个刘强提的问题是 多链手续费 是底层自动swap为阿卡拉支付吗 啊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呃 链上是有swap的嘛 所以说呃 只要是在我们swap里的一些资产 都可以用作呃 多资产 呃 手续费去进行支付的 对 所以说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来讲 是非常友好的 不需要说一定得原生token 你才能呃成功交易 对吧 你只要你自己的这个资产是呃 classwap里面有的资产 那你就可以去进行呃 手续费支付 对 这也就是呃 呃 呃 在我们链上肯定是这么简单 肯定没问题 对 但是问题是在于EVM里面的项目 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就是非常 这就是非常厉害的一点 对 嗯 波卡钱包能转出阿卡拉吗 这是 就是等阿卡拉开通转将之后 这个就OK了 就可以了 嗯 还有同学在问到期之后 拍不到怎么办 这个 四岁流年同学 刚刚在讲那个阿卡拉国库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阿卡拉的国库 未来会帮助阿卡拉去续拍的 嗯 还有阿卡拉转账后swap能使用吗 就是开通 开通转账之后 是不是swap就开通了 应该是 在一周内会把所有的功能开通 对 然后也到时候会支持大家将 呃 波卡链上到的跨到卡拉上来 然后去进行一些交易 对 然后也支持那个asp的呃 借贷 对 嗯 呃 96周到期后是大家手动 呃 换回lc.com和dot吗 呃 对 如果是lc.com的用户的话 呃 肯定是需要有一个 呃 赎回的一个操作的 对 嗯 但是这些逻辑都是写在链上的 呃 呃 阿卡拉的项目方式不会碰到这些dot 所以说呃 只有lc.com的用户 大可放心 就是说呃 逻辑事情先好了 等到呃 插到金牌的驱逐区到期了 大家就可以自动 将lc.com的换成换回dot 对 嗯 嗯 还有什么问题 介绍一下到 大家那个应该阿卡拉最近有发了一篇 这个a道的文章 我们poka word也转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呃看一下他们的介绍 对 然后这里是他们 我我是找到他们的一个光网 对 然后 刚刚有人在问吗 你就我我这打开的这个链接是啥 对 然后就是他们一个简单的光网 对 然后他们这边写的是说基于阿卡拉进行构建嘛 对吧 然后这里的话呃 代表了他们四个功能 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支持呃 ACA staking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呃 质亚ACA的方式获得他们的token叫A道 对 然后这个A道的话 然后哎就是因为他其实呃 阿卡拉其实他是一个呃 类似于像呃 之前好像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呃 呃 奥林匹斯 对 然后他是一个三三概念吧 对 然后他其实是通过呃 协议控制价值的一个方向去做的一样这样的协议 对 然后大家的话未来也会推出一些就是呃 通过认购的方式去获得阿卡道的一些份额 对 然后然后比如说像呃 LCDOT DOT 以及一些LP tokens 这些都是可以获得阿卡道的份额的 然后阿卡道拿到这些份额的话 他会通过一系列操作 因为他很多资产收到都是可以产生收益的 对 然后这部分收益的话就会反补这个DOT 然后去去让这个A道去进行一个增长吧 对 大体好像就是这样 对 然后这里的话 他们好像也公布了他们的那个呃 路线图 首先呃 首先开启的话 首先呃 有LCDOT的人到时候可以去参与一些阿卡道的一些呃 认购或者之类的一些活动吧 对 然后之后还会有一些关于ASD的 对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DOT 对 然后后面还再会开ACA的Stating 对 反正我觉得这个项目对于ACA持有者来说 肯定是呃 没有坏处吧 对吧 就是因为我只是制压我的ACA而已 然后白票得到了A道 对 然后如果A道未来又很有价值的话 那其实对于ACA持有者来说是一个 哎 就没有什么坏处 反正而且非常有 而且还有非常大的惊喜 对 对 然后之后还呃 好像他们A道好像 之后还会开一些Stating功能 也就是说呃 制压A道还是会获得A道 对 然后这边的话 然后未来还会开一些关于ACA的一些认购吧 然后这个晚上大体就先这么多 估计之后还会公布一些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对 然后大家呃 持续保持关注吧 然后我们呃 中文的公众号也会呃跟踪他的一些信息 然后呃 来分享给大家 对 嗯 未来应该会有很多的类似的这种呃应用在阿卡拉的链上去发布的 嗯 有一个凯文里华说那个波卡钱包的那个呃 擦槽进拍的页面老是会消失 他是不是说Poke Wallet啊 Poke Wallet的那个擦槽擦槽拍卖的界面老是会消失还是什么 是Poke Wallet才有界面会消失吗 是是应该是说Poke Wallet吧 呃可能是Poke Wallet现在进拍的那个页面是不是不不太稳定还是啥 他说是呃这个的话应该是稳定的对 然后呃如果大家如果大家使用这个问题的话 然后可以对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我会帮你加到我们那个呃 Poke Wallet的问题反规权 对当时我解读一下 我这边把你问一下 对解读一下 嗯 嗯 EVM加和EVM还是差不多有没有革命性的亮点 呃这个就是EVM 这个就是EVM加 对首先这个箭头就是 其实呃革命性的亮点是对于波卡生态以及对于砂布学链来讲的 呃如果你要是呃不关注波卡或者不关注砂布学链的话 那你可能对你来说是无所谓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波卡生态的呃的用户的话 那你这个创新其实是对呃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嗯 还有一个阿卡拉以后会开动其他代币 cloud loan的功能吗 呃 就是你是说LCDOT会供其他项目去使用吗 对这个的话其实 LCDOT是会的 对这个都呃这个我们只要有项目他们需要 用我们这个模块那我们就会支持 对 嗯 阿卡拉和现有的DeFi项目有什么不同点 后续有什么革命性的玩法 呃呃 革命性的玩法首先我觉得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现在我讲的一个EVM加 吧 EVM加是对于波卡生态的用户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个呃产品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就是跟传统金融那些结合 对因为我个人感觉 呃你说未来区块链想要达到一个非常爆炸式的用户增长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需要通过与传统金融的结合 对因为呃很多呃金融的一些协议在DeFi上已经得到验证了 对然后只要传统金融的用户 那只要DeFi能够接触到呃传统金融的一些资产或者用户的话 我觉得未来的呃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对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客人的虽然说有300万的美国储户吧 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其实还是一点点对 嗯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七彩白日梦的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呃如果大家从表面上去看阿卡拉和现有以太坊里面的DeFi的呃这个就阿卡拉上面现在的一些DeFi的产品和以太坊现在上面的一些DeFi产品可能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 就是你放眼看所有现在DeFi产品应该的都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但是呃 呃在阿卡拉上面呢它是有一个跟以太坊最大的不同就是柱子提到的这个EVM加 然后可能大家体会不到EVM加的这个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呃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最切身体验的就是说你的各种手续费会降下来 然后你可能呃不光是用一种币可以去作为这个手续费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就未来DeFi会有更多的结合 比如说跟元宇宙或者跟呃这个呃NFT它有些结合 当然这个是Polka导生态可以去赋予的 就是它的这个跨链功能打开之后呃嗯嗯阿卡拉上面的这个DeFi 或者跟跟别的平行链上面的DeFi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跨链互操作性 但是这个我觉得最最有革命线的产品可能都是我们想不到的 但我觉得一定是在这个呃平行链和平行链之间 或者说多个平行链之间有这个跨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方向上的Polka导生态里面的DeFi项目 然后还有小呃我看到一个小伙伴说ASC清算时呃产生的收益是归国库还是谁呃这个呃清算所产生的收益是归国库的 对因为如果你的呃在仓如果是被清算了首先你的在仓会流到dex上去卖到对吧 或者会通过清算呃拍卖机器人去进行进行拍卖掉 对然后首先拍卖掉之后你需要归还的是呃你借的费用对吧 然后还要产生利息还有一个清算罚金 对然后利息和清算罚金的部分都会进到阿卡拉的国库里 然后归所有ACA持有人所有 嗯阿卡拉和呃跟Posible和Hidex有什么不同 以及以及如何和他们竞争DeFi攻练赛的 呃我觉得先等他们练跑起来先再说吧 可以 呃还有什么彩虹桥不直播吗 呃你们如果想看白发直播我们到时候可以邀请一下 然后所以盗者和盗者什么情况下会等值 呃除非大家呃我觉得因为呃等值是 可能是没有差价了对就是他流动性可能会没有那么对没有流没有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但这个这个情况应该呃应该不可能 因为因为你因为对于用户来讲嗯 呃等值的话除非是有人在dex上进行操作吗 然后呃想想买的太多了但是说比如说他想购买呃10个lcdot或者我比如说购买1000个lcdot在我们阿卡拉 对吧但是手抖不小心打两个0那可能会产生 产生 差不多的价格的可能性因为dex的他是他是他是自动做呃基于mm的吧对吧是那个呃呃自动做事商机制的那个dex吧所以说是有可能的 除非除非除非有人手抖打错0了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产生呃呃产生就是说等值的一个情况吧对而且也更不会说高于dot这个价格的对除非除非 除非llcdot可以应用的场景比dot多可以去赚到更多的钱那可能大家啊我觉得啊大家对lcdot去就大了那可能会有可能就情况产生对然后呃实际上呃lcdot对 所以dot的公寓价值其实在于就是说呃因为dot可以去赚与staking的嘛然后年化的话其实到的现在年化大概15%到20左右对所以说lcdot是没有没有staking收益的所以说在价值上我个人认为是dot要减去staking收益那部分的价值是等约等于lcdot对 嗯这个问题回答过了吗就是dex的流动性提供者LP是无需无需许可的吗 啊是无需许可的你只要有有有有资产你就可以去做流动性提供商对做lp 嗯开通转账呢开通转账前是不是还得投票 这是会应该是会发起的意义案吧不需要投票了不需要投票了到25号就呃25号就直接直接开启了对啊他不需要再通过那个 公投了吗不需要再额外来操作了对不需要公投了对哦 嗯 嗯 B2锁仓的阿卡拉能参与staking吗呃锁仓的是不可以的你是说AA A Aquadown吧Aquadown的话好像是只有流动的AC可以参与对 哦我看到金莎姐在问这个问题项目方怎么能留住用户而不是上线就泡阿卡拉 哈哈哈哈 这个话首先我是觉得产品会同步出来吧 对啊产品首先产品会同步出来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呃 认识的是我们之后还有还会有一系列动作知道吧 就是说除了UM以外然后呃除了刚刚我提到的有20多个原生的UM加的项目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还会推出公阿卡拉生态相关的一些新闻 对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呃大家可以看到呃其实呃对于阿卡拉来讲其实很多项目还是非常非常希望基于阿卡拉去做一些事情的 对我觉得等到我们呃生态越来丰富那未来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对然后对大体是这样子吧 然后用户的话其实呃呃怎么说呢就是 首先我们会做好我们自己的产品吧 然后让用户觉得哦OK我们是可以完成我们所说的那些使命的对 嗯 Old friend nft 打卡拉什么时候发放呃那个 old friend nft 只在卡拉上对他不会在卡拉上显示 对嗯 对我其实还是看了很多用户对上线之后的一些顾虑吧其实刚刚柱子也跟大家同步了一些相关的上线之后的一些呃计划吧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吧 对我觉得呃呃如果你因为呃呃还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秉持长期主义的对吧 嗯如果要是呃市场长期不好那可能是对于一些长期主义者来说就是利好呃呃呃市场看上去可能是理工但对于长期主义者可能是利好对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刚刚我看有人说用户主要是大陆大陆现在禁止了所以不好发展了这个的话其实呃我觉得有点片面对 然后马卡拉其实最多的用户并不是大陆最多的用户是美国 对然后其次的话稍微少一点呃才是呃呃大陆对然后第三的话是俄罗斯然后越南呃英国西班牙欧洲等等国家都有我们的用户 对然后呃只能说大陆用户占阿卡拉的用户仅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他百分之七十都是海外的用户 对 嗯 Bit问了一个问题说到底是不是阿卡拉官方发起的呃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呃呃 我们在论坛上对在论坛上一个人发表的然后我们好像呃 嗯 好像是一个叫ACA starts的一个社区成员发行的吧对然后好像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内容的话可以从呃我们阿卡拉公众号小杰公众号也好像不过我有公众号也转到时候如果大家想了解 这样的话对然后我们也只是看到这个内容不错然后翻运到我们的中国公众号上分享给大家对毕竟大家一直在想说呃ACA能不能呆命之压 对所以说就那个嗯嗯嗯看看啊 啊可如啊和阿卡拉什么时候打通 呃这个的话呃呃 这个的话呃呃 嗯并不是主要的嗯并不是主要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主要对 有人吐槽卡拉的UI有点不好看 对啊前期的话我觉得呃团队上肯定更注重于产品的交付嘛对 等到时间推移不管是呃 嗯呃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大家 可以再发一发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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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打钱包什么时候开通 ACA转账马上就开通了 等到是同步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是同步的 刘强在问项目方零手续费的设计 能不能多介绍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上链不需要费用吗 他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多币种手续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我们阿卡链上的一些资产 对吧 比如说 ASD可以去付GAS fee 然后L.DOT可以付GAS fee 对吧 那其实最主要的过程是在于 就是说 我们有个DEX 对吧 这些DEX上面都有这些资产 那这些资产都会跟ACA有交易对吗 对吧 然后那其实链上 其实自动帮助用户 去做了一个互换的过程 最终其实交到 阿卡链上的手续费 其实还是ACA 只是帮用户做了一个互换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在链上的话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对 然后我们在EVM家所推出的 其实就是说在EVM里面的一些项目 一些资产 比如说 BDC AETH 通过桥跨过来之后 还是可以用到我们这个特性 我觉得这是我们EVM家 与其他EVM家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 一个地方 对 然后也就代表着 其实原先的EVM其实是一个沙箱 对吧 他其实只能在这个沙箱上进来进行互相调用 出不去 但是我们所推出的EVM家 其实是冲破了这个沙箱 而核链上的一些操作去进行 调用嘛 或者配合之类的 对 然后所以说才实现了 多么B种可以支付手续费 对 嗯 还有同学在关心BTC什么时候到 Curora或者到Acala上面去 这个的话 首先等到我们那个桥的合作伙伴 在曼达拉上 成功部署之后 然后他就会部署在Curora上 然后那样的话到时候就会有BTC可以用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看的评论区大家聊的是 英特类就是那个他们先希望的BTC 什么时候过来 首先呃 这个取决于呃他们的开发进度 对 然后因为其实呃我们Curora这边其实 都是在等一些评论他们把那个呃 HRMP的通道搭建好 大家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过来 对 而且我们其实我们团队跟英特类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在他们中代的时候 我们也尽可能去帮他们做了一些宣传 对 所以说只要他们技术准备好了 他们的BTC就可以来到呃我们Curora上 对 以及呃 ACA上也可以也会来 然后做DiP啊 做交易啊 等等 对 对 嗯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 这两天总有阿卡拉转账 然后失败的 失败后的B会到国库吗 转账失败的 失败所产生的手续费会进到国库 然后你B还是在你的链上 只是说扣掉一些手续费 gas费对 呃 EM加上了 还是需要那个ERC桥的 因为ERC桥是通过呃 智能合约去写的嘛 然后他们会把合约部署到EM加上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呃呃 这些资产就可以通过桥上进行过来 对 嗯 大家还有跟阿卡拉相关的问题吗 可以发在发在评论区 嗯 25号25号 25号好像就可以交易了 对 然后大家想要了解的一些关于交易所的问题 对吧 其实呃 这人都该来都会来的 对 然后具体的话等这些交易所进行观春吧 因为我们个人的话 我们自己的话是不会主动去宣传一些与交易所的一些事情 对 发拉和谁等在论坛上面说要上Crua好几个月了 为啥现在还不上 他是不是说的是开通Crua和谁等 或者是发拉的交易队啊 是不是说的这个 对 就是交易队 因为这个的话其实怎么说呢 呃 呃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等他们准备好 然后再过来的 对 然后主要是还是像Shaden的话 是因为呃 他们自己Astar也在忙 Shaden也在忙 所以说呃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还是因为人手的问题 还有就是嗯 Parity他们现在所给的那个HRMP通道的 那个跨越方式的话 他们可能希望再等一等 等到完整版的X3M协议上了之后 他们再过来 也有可能 对 他们可能是等这个 对 来肯定是会来的 对 EVM加会在Curora上测试多久上阿卡拉 呃 在因为其实 首先上Curora代表着这个 呃 巧 这个这个EVM加是经过审计的 对 理论上来说 呃 在Curora上运行良好 一周 两周之后 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阿卡拉就可以上了 对 嗯 大概什么时候推出质押和LP 阿卡拉大概什么时候推出质押和LP 呃 是质押你是质押是指ALSD吧 对吧 ALSD的话可能会在呃 这可能首先就是 呃开通转向之后的一周内 然后下一周 可能在呃一两周之内就会开启ALSD的借贷 对 然后LP的话可能是在呃 第一周之后吧 可能就会开LP对提供流动性这些 嗯但基本上都是在一周到两周之内了 还是很快的 对 嗯 嗯 呃有些有些你们自己在一些猜测 我觉得没必要了 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说说说那个 我觉得呃更多的是我们不会去主动去宣传 叫和交易所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说呃不用去瞎猜想了 对 对 那个大家应该要理解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 国内的一些政策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就是就是对于对于这个 这个在国内有有相关负责人的这种项目方来说 其实大家在这方面都会比较谨慎一些 所以大家也是 就是持续关注就好了 要上的话肯定会上的 对 是 嗯 还有有个人问就是呃 DIR DIRF的ACA啥手法 这个应该是开通转账之后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呃 关于那个呃 我看社区其实很多人在问啊 B2什么时候呃 可以获得那三分之一的token 对三分之一的ACA 首先我呃 可能海外那边有点出入 但是我这边肯定是正确的 对 就是阿卡拉开通转账之后 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2月25号 呃参与B2的人才有 第一部分的三分之一ACA 对 就是第一部分呃 第一第一份的33%的ACA 然后一共三个月三个月 每个月释放三分之一 然后三个月释放完 对 并不是一上线就有呢 33%的ACA 是要等一个月之后 才会释放33%给用户 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就我这个是经经过 反复确认过的 对 然后大家以我这个为准就好了 对 嗯 嗯 A到不是阿卡拉团队开发的 是呃 未来其实会有很多的类似的项目 都会在阿卡拉上面去发布 但是这些其实都不少 自己的团队开发的 对 这个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呃 自己的团队不去开呃 并没有说什么扯到开发的上面的 一个事情的 因为我觉得他这边的概念其实提出 是一个社区驱动的道 对 可能未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开发者加入进来 当然也有也是有种可能性存在的 具体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等阿卡道的一些细节 呃 更多的细节公布吧 对 因为现在的话 其实大家我都说不清楚 对 嗯 好呀 如果大家没有更多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 我们今天还是抽五件卫衣吧 抽五件Poco岛的卫衣 对 跟这个A道有关的信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阿卡拉乱的公众号 或者PocoWord到时候也会转一下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具体的一些 呃 介绍 更详细的一些信息 嗯 我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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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一个 我来发起一个那个抽奖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今天抽五件Poco岛的卫衣 今天星期五 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给大家寄出去吧 嗯 但可能有一些地方疫情比较严重的 现在快递不给发 所以到时候看吧 大家可以点左上角那个附带啊 已经开始抽奖了 就一分钟 对 左上角有一个福袋 大家可以去抽一下 嗯 就是今天是十二十 二十一号 也快过年了 提前提前给大家拜个年 新年快乐 从来没有中过 对 周一就是能记的就尽量给大家寄出去了 可能有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 他没办法快递快递没办法寄 就等到时候可以寄的时候再给大家寄 对 然后小杰等等你这轮抽完 我们也再放五件吧 好 嗯 嗯 好 中奖的同学出来了 陆飞陆飞中中奖了呀 我来拍个照 木途好像也也也中过吧 嗯 我再来抽五件阿卡拉的卫衣 是卫衣吧 你们是 对 卫衣或者帽子 对 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那个聊一下 如果没收到的话 可以呃 后台跟小小杰说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发出去 对 如果没收到的话 我肯定会补发的 对 嗯 好 现在左上角还有一个辅带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点击一下 嗯 这个是阿卡拉的帽子或者卫衣 你到时候可以留言 留言看 大家要帽子还是要卫衣 还有还有三十秒 阿卡拉的帽子去 抢一下 我帽子在左上角呀 现在还有十秒钟啊 怎么看不到呢 还有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秒钟 嗯 他的照片 Superman 见路不走 潮雪而土豆和Mr 是什么 成还是什么 嗯 中奖的同学 你们应该收到了一个提醒 然后到时候 今天晚上所有中奖的同学 你们把你们的 嗯 收件人的 这个信息 姓名电话地址 然后一次性发给我们 波卡世界这个 视频号 私信给我们就好了 然后我们会在周一 给大家寄出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